这个女人只是看见茶疗老板 在茶壶里放入了白色药水 就毫不犹豫一箭挥出痛下杀手 老板 老板 你为什么要杀她 她在我们的茶里下毒 这里是黑店 这可不是什么毒药啊 是人参粉 是我们俩老给孤鲁疲惫的人准备的 老头解释这是人参粉 对人的身体有益无害 夹在茶里可以消除疲劳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老头将人参粉大把地塞入口中 看着让人十分的同情 现在我老板死了 我也不想活了 你们把我严杀了吧 小江乱乱没有想到 雪宇竟然如此的铁石心肠 明明是他误杀了好人 还理直气壮地盯着自己 你有什么意义要杀她 她说她不想活了 既然杀了她的老伴 就赶紧把她也杀了 难道你刚才连着杀了两个人 心里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什么感觉 雪宇的话让小江感到不寒而栗 这哪里是一个人 明显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戮机器 更让小江意想不到的是 雪宇竟然连小男孩都不放毒 再次一剑挥出杀死了小男孩 可很快事情迎来了反转 雪宇从老两口的尸体上 找到了两把图有剧毒的匕首 证明这的确是一家黑店 匕首有毒 果然是黑店 看来我没有杀错人 这次只是你幸运而已 雪宇作为天门的顶尖杀手 从小就接受月龙轩的观念 要把一切威胁抹杀在摇篮之中 其实即便是杀错了人 他的内心也不会有半分动摇 不过是小江的反应让他十分的不爽 这才去证明自己没有杀错人 总有天我要把他的嘴巴给缝上 让他无法再笑 话分两头 小鱼和无忌在街上闲逛 发现了不寻常的状况 大街上大部分的摊贩 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 并且个个都是恋家子 显然是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 小鱼和无忌回到一楼后 更是见到了许多帮派首领 得知这些武林人士的目标 是失去记忆的明月公主 小鱼和无忌大胆不妙 为了弄清楚这些武林人士的来意 小鱼在一楼的茅厕设下陷阱 抓来了一个倒霉蛋逼问 倒霉蛋一开始还很硬气 可在长春的手段下 立刻吐出了他知道的所有情报 倒霉蛋告诉小鱼几人 几天前他们的债主得到消息 明月公主出现在一楼 并且已经武功全失 这才敢大着胆子前来试探 小鱼几人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认为一楼内外聚集的武林人士 起码有数百人 如果硬听的话 他们根本就不是对手 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与此同时 大量的武林人士向朱小鲁施压 吵着闹着要见明月公主 否则就将一楼移为平地 朱小鲁文言面不改色 说出一楼能够生存下来 并不是因为他有面子 而是他有足够的本钱 随后朱小鲁来到 几大帮派首领的面前 说出了几人的一些握硕事 那些龌龊事一旦传了出去 就会动摇几大帮派首领的地位 几大首领不得不干掉 听到他们秘密的手下 出言向朱小鲁妥协 朱小鲁见几大首领退让了一步 说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让几大帮派首领很是满意 得知朱小鲁要将明月公主给卖出去 小鱼几人立刻找到了朱小鲁 质问她为何要这样走 朱小鲁让几人不要激动 书拢大会还有两天的时间 这两天的时间众人不要四处走动 她已经有了安排 可以让明月安全地离开一楼 事到如今 小鱼几人也只好信任朱小鲁 希望朱小鲁不会出卖他们 明月公主不愿拖累小鱼几人 于是找到了长春 让她孤注一掷替自己治疗 只要她恢复了记忆和武功 这些武林人士都将不足为虑 哪知长春一掷下去 明月公主却晕倒了过去 寨主 属下已经查到了 明月果然没了武功 现在已经昏死这一句了 好 不等了 马上行动